進 吳總 今天開會旅行沒來對吧 我把會議推遲了 再等他回話 不用了 他退出獨屋江湖了 為什麼 他已經做了這麼多事了 他家裡出什麼事情了嗎 他建築公司提交了 一個新的策劃 來 文草武林 這 這不就是獨屋江湖的復刻版嗎 他說是升級版 總公司管這個叫姊妹片 總公司 什麼意思啊 總公司通過了 原有的兩千萬的投資 兩個項目各一本 總公司怎麼可以這麼做呀 這 這是剽竊式抄襲 而且發生在同一個公司的內部 他不但抄襲了我所有的創意 還要評分我的預算 總公司怎麼可以這麼黑白不分呢 他說你做的是毒藥 他做的是解藥 他把獨屋江湖的所有班底 平移到了本草武林 最重要的是 現在有一筆兩百萬的低成本資金 不要求保體回收 不參與分紅 只要求掛出品方 他們賭這個片子一定會大火 看重的是公司品牌的提升效果 當然了 這對公司來說 相當於是提前分散風險 而且 達到預期的播出效果後 這筆錢會轉成宣傳費 直接變成公司的收入 商品無法拒絕 正義在利益面前 真的是一文不值 你幹嘛去啊 去善後 跟團隊的人解釋 這空水是淹進去還是吐出來 你等等 我的接班人選呢 現在董事長最滿意的 還是傾向於你 您的接班人選 現在應該是兩個吧 不重要 可以這麼說 呂靖現在雖然佔得先機 但她始終只是一個商務人才 她並不善於創作 拿走一個核心概念 只是創作的第一步 從現在開始 你自己組局 獨立完成獨物江湖的製作 只要能夠保證同期上限 到時候讓項目本身說話 而我會一直支持你